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何总盛第二季的第五集了 这个依旧是雪白荷尔蒙面条 很多南方的观众觉得面条 前面四集做的有点太过于粗鲁了 面条这一般跟这个方分 不但是什么蒜 双蒜 双葱 大家觉得还是接受不了 所以今天龙马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款 感觉略微小惺惺的中和品类 叫什么呀这个 算是一个北海道的特产 别的地方可能不太有这道菜 就是叫拉面沙拉 这个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宗 就想吃啥 就你把任何沙拉里放进去面 都可以叫 所以这个特产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你切着我就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我这是准备了什么菜 反正是其实也没有什么标准 我就是最简单的咱们家里头 做沙拉的话常用的这几种 首先你切的这个黄瓜 然后生菜肯定是要有沙拉 准备有点苦菊 然后日式沙拉里 一般会放一点这个豆苗 然后就是这个小西红柿 最后有一点这个玉米笋 我今天这个玩意也研究了一下 对 你说这玉米笋它到底是玉米还是笋 后来莫里跟我们说这个是 是小玉米 小玉米 在家里自己不习惯的 你想要再让它再丰盛一点的话 比如你放点什么午餐肉 或自己煎一点这个火腿 都可以 鱼权炸菜 炸菜可以 我不太建议放鱼权炸菜 行 因为你什么东西放的炸菜全是炸菜 是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面的人 我也吃面 所以你跟我说这主题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这一季我就不参加了 没有嘉宾了 没想着 贝海盗这么几个特产 还有一个是汤咖喱 以后咱们吃 对 换主题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这个 或者是一个汤主题 汤咖喱还是一个特产 然后再有一个特产就是这个 拉面萨拉达 我记得北海盗好像是一个拉面重镇 算是一派吧 北海盗拉面 但其实我在北海盗 我不太喜欢吃北海盗那一派的 北方那一派 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就是 九州那边 北京有那个波多拉面 哦 因为其实在中国买不到那个 就是北海盗那一种的 拉面 你在日本买拉面 它会有一个袋 上面写的那个中华 秋咖 用那个做是最合适的 日本的面 它不是拉出来的是不是 它都是机器压出来的 据我所说 对 这就是北海盗拉面的特点 对 刚才我们说九州拉面 九州拉面不是都是让你画 你选那个面的这个 软硬程度嘛 嗯 然后还会有天面什么 这是九州拉面的特点 所以九州拉面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面是自制 你在背 对 每家都有一个机器 它可以调那个压的粗细 它是它讲究这个店 那个店里我自己要做这个面 是 北海盗的拉面店 你看很少有自己做面的 它都是在那个工厂统一定的 就好像只有中国的西北拉面 是真正自己拉出来的面 它自己拉出来面还行 反正八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渣谎大饭店 然后里面当时有一个料理长 他发明了这个吃法 然后自从有了这种吃法之后 很多家里也开始大量的买这种 中华拉面 销售增长了不少 当时他们那个面的那个销售协会 还给他颁了个奖 不你这 行吧 这每个人的性格就 你现在制作一下 你这可以先吃点我觉得 我这不吃呢 你这 其实还行 行吗 你去你尝尝 可以 好像可以了 可以 卧槽 没有人心吗 但是咱们得抄一下 凉水过一下 对 有点道理 什么都我来还行 这次一概用的都是自来水 怎么着 应该用特殊的水是吗 应该用好水 然后放什么调料 你有没有推荐 你就准备了这么多 对我今天准备这几种 先介绍一下 这个是日式的那种芝麻沙拉酱 你可以叫沙拉油 这个是咱们中国的李锦记的这个 蒜 蒜香的辣酱 然后这个是蘸面用的这个叫 就是你吃那个 墙外面 我知道 蘸的那个 稍微兑点水蘸那个 然后那个是凯撒沙拉酱 就是稀释一点的 你是最推荐的 对我自己推荐 就是我把这两个兑在一起 我尝试过是比较好的 是吗 对 那就来吧 你试试 那个挺好吃的 挺爱吃那个 此处无蒜胜有蒜 有食欲吗 我这也闻到香味了 我感觉可以 谢谢 尝尝啊 尝尝你看这个 这基本是你做的 是 超乎于心的好吃 真的假的 真的 不用为了节目笑 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加气 就直接具好吃 对啊 适合适 我加点菜 沙拉的东西还是 就找一个你喜欢吃的 这个酱 最重要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生菜 你当时吃的蒜吗 没有 有蒜 我换点了 这可能不需要加醋了 你这是一期pro节目 看你得迷我呀 你不能光切菜呀 你不能光切菜呀